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营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游客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期货上方面 今天的方面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调整商品充高盒落 原油钢材领跌 油脂较强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今天股指和商品是出现同步的盒落调整 除了农产品板块当中的油脂表现较为强势之外 其余多数板块都是方略下跌 尤其是原油建材和钢铁是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化工有些饲料和硅金属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合作调整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是空头占据了一个主导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排行法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除了PVC豆油胶煤涨幅超过2%以上 其余的品种都在1%左右波动 那么整体多头力量相对较弱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铁矿石大幅下跌4%以上 PTA玻璃燃油也是跌幅较大 那么9个品种都是超过2%以上的跌幅 所以今天空头力量占据了主导 我们来看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那么我们来看双胶的一个情况 我们说绝对双胶强者很强 那么胶煤呢 日内继续创出新高的水平 表现非常强势 那么延续了一个多头的态势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表现 胶烫呢 日内也是继续拉斩 那么打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那么上方的关键位呢 是3000层数关口 虽然出现一定的窗户河落 但是目前呢 还是处于一个多头的态势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跟踪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 当然短期也要注意一个 调整的一个风险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的情况 那么豆油前期冲锅火热之后 近期呢 也是出现连续的反弹 短期表现较为强势 中旅游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目前呢 是再次攻击前期的关键位 菜油表现相对较弱 那么反弹的力度呢 也是相对较弱 目前呢 是处于一个区间震量的格局 那么三大油脂呢 其实整体同步还是上涨的 那么关注到后市的一个走势 当然短期的一个上涨的动能呢 也是相对较弱 那么我们尽量以日内短线操作为主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那么主要是铁矿石 日内大幅下跌 盘中更是跌幅超过6%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是跌破了900这个整数的关口 目前是处于一个弱势震量的格局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表现 玻璃日内也是跌破了2700这个关口 目前呢 是处于一个震量偏弱的格局 关注到后市能否继续走弱 那么可以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再来看看原油化工品的一个情况 原油 那么也是近期的波动性非常大 连续反弹之后 近期呢也是快速的回落 目前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那么燃油也是紧跟原油的一个走势 那么目前呢 是区间偏弱格局 那么可以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地流燃油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目前呢 是处于一个区间震量偏弱 关注日内短空 PTA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呢 是震量上涨的走势 近期通过回落之后 再次低波的区间 回到一个区间之内 整体来说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弱 那么关注日内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还有PG 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区间持续的横盘震荡 那么通过回落之后 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那么目前呢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所以说整个原油化工品呢 其实都是类似的一个走势 那么可以关注日内短空 再来看到 升猪的一个情况 升猪呢 那么还是延续了一个空手的趋势 近期呢 破位下跌之后 也是连续的走弱 虽然跌幅并不大 但是呢 弱势局面呢 难以改变 所以说可以继续关注 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关注到后市 能否再次跌破前期的关键位 那目前呢 还是以空头思路去看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旁边呢 是呈现出一个板块分化的一个态势 双胶 以及油脂呢 表现较强 而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化工品 包括铁矿玻璃 这些品种呢 是表现相对较弱的 所以整个旁边呢 我们给大家制定限界的一个交易策略 区间宽幅之呢 涨跌仿佛 降低操作频率 做好防守 所以我们限界的呢 核心任务呢 是做好防守 那么进攻 可以放在侧要的一个位置 当然呢 也有一些品种的一些机会 那么多头热点 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 黑色系当中呢 焦烫焦煤 农场品呢 油脂表现是比较强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跟踪 空头热点呢 主要是铁矿玻璃 以及原油化工品 那么这些呢 是表现较弱 可以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那么在现阶段呢 可以进行个多强空落的对称操作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注意控制好这个仓位 日内有盈利后 需要及时的做好保护 那么防止这个隔夜的风险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能够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